在勞动力发展署中张头分属 廖清辉副分属长 越南台商联合总会 刘美德总会长 匈牙利驻台 杨峰副代表等人见证下 大学专属ES168人力银行平台正式的启动 我们是一家厂商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实习博览会的 跟就业博览会的一个活动 那未来我们期待就像大业的跟各企业的那个差企一样 我们希望有200家500家1000家 越来越多家的厂商跟我们合作 今年有近50家企业参加 包含制造业 科技业 服务业 餐饮业 金融业 补教业 军工校等部门 大大学快资系大四学生郑子询认为 真采博览会让他有机会认识各行各业的情况 首先感谢大大学提供这一次 就是博览会的机会让我们了解了现在的就业环境 然后其实是像现在有些来自博览会的产商 我们已经有同学就是进去实习 已经实习了一段时间 有些东西是在课本上学不到的 向远真采会场还设置了履历见诊 发妆及美妆的咨询的摊位 帮助学生打造职场最佳的第一印象 新鲜人在面试的时候彩妆就以简单 整洁为原则 那肌肤的清洁一定要做好 然后妆容的重点是以唇妆为一个重点 或是眼妆为一个重点 千万不要脸上太多的颜色 那可以让就是面试的人 可以对她感觉到她很大方 坎坎的谈这样子就好了 真采博览会走进校园 是要让学生认识职场 希望学生能够把握 校园真采这个提早求职的机会 顺利来就业 单人新闻留学校采访报道